歡迎收看十二月十一號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唐潔 現在帶您關心今天的天氣情況 在氣溫方面 北部東北部今天會轉涼 高溫在二十二十一度左右 另外北部東北部將轉局部短暫雨 花冬也有局部短暫雨 其他地區維持多雲到晴的天氣 帶一起來看到國際媒體重要訊息 首先看到美國華盛頓郵報報導 今年兩場大選後 以色列領袖不到48小時 能夠避免第三次大選 繼續是英國國播公司BBC的報導 紐西蘭白島火山爆發 救難隊講述了 有如車諾比核事故般的場景 接著看到大紀元時報紐約大都會版報導 蘋果前華裔員工竊案升級 加強愛國者導彈機密 繼續看到大紀元時報台灣版報導 美國學者指出 中共介入選舉有三個管道 黑道 台商和宗教 來看到日本經濟新聞報導 日本上市企業人均冬季獎金 7年來首次減少0.99% 來看到韓國朝鮮日報報導 中國陰霾再次侵襲朝鮮半島 早安心常人先來關心 美中貿易戰的進展 美國媒體《華爾街日報》12月10號稱 美中雙方官員表示 貿易談判代表正在為推遲新關稅鋪路 不過白宮首席經濟顧問科德洛 當天回應說 美方仍未排出15號有加稅的可能性 美國計劃在15號對大約一千六百億美元的 中國產品加徵15%的關稅 川普之前多次強調 中方急切想簽協議 但雙方必須達成好協議 而這將衝擊中國手機 筆記型電腦 玩具和衣物等產品 中共最新的官方數據顯示 11月中國對美國的出口 較去年同期下降了23% 繼續呈現兩位數百分比下降 中國對美國出口已經連續12個月下降 如果15號的關稅生效 相當於幾乎所有中國進口商品 都被徵收關稅 就在美中談判關鍵時期 傳出中共的年度經濟工作會議 10號起召開 面對持續超過17個月的美中貿易戰 導致中國經濟遭受重創 內部呼籲讓步的聲音浮現 中國人航前副航長李若古表示 中國應該進行有意義的結構性改革 才能處理美中貿易的問題 其中有效執行改革是關鍵 如果北京履行承諾 貿易衝突早就解決了 據彭博報導 適逢歐美夜旦假期需求高峰 原本預期中國11月出口將較去年同期增長0.8% 但實際卻衰退1.1% 其中對美出口大減23% 並且連續衰退12個月 美中貿易戰持續超過17個月 中國經濟似乎出現快撐不住的跡象 內部呼籲讓步的聲音逐漸浮現 中國人民銀行前副行長李若古 上週末在出席海南省舉行的三亞論壇時表示 中國應該進行有意義的結構性改革 以解決美國在貿易戰中所提的要求 李若古說 這一步是避免美中貿易戰持續升高的關鍵 各界已經形成共識 那就是中國必須進一步改革和開放 才能處理美中和國內經濟問題 由於中放一直不願再竊取制裁權 及強迫技術移轉等議題上讓步 令貿易戰僵持至今 重創自身經濟 讓貿易戰王的意義 決定權本作為 az俱藏 元素 developer 實際上會陷入 對於開放 由於共識力 對於中國為民主 對自己的利益 對於對於比特市 對於對於一種大合國 就像それ一樣 反正價法 governments 所以講到 放在 貿易侶 活 雖然北京已经做出一系列改革承诺 包括给外资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保护其合法权利 但李若谷表示 问题在于这些措施缺乏有效执行 即使官方公布了执行计划 重点依然在于各机构如何有效执行 如果中方履行承诺 美中贸易冲突早就解决了 新唐人雅的电视叶恩杰编译 再看到美国白宫和众议院民主党达成共识 推进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的贸易协定 新贸易被指更严格的排除中国制品的影响 并巩固美加莫三国的本土企业 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下周将在众议院组织全体投票 赶在12月国会休会期之前完成 负责贸易争端解决的世界贸易组织 处于即将陷入功能缺失的状态 因为到12月10号 世贸上诉机构三名成员中的美国和印度法官 迎任期到期即将离任 只剩一名中国成员 这意味着上诉机构将面临功能停摆 名存实亡的近况 中国车市陷入寒冬 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1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11月中国汽车销售较去年同期少了4.2% 过去18个月以来 中国汽车销售处今年6月以外均成衰退 即使存在中国蓬勃的电动车 现在销售也已经趋缓 万宝华时刻发布2020年第一季全球就业展望调查 结果显示台湾就业展望净值为正23% 整体聘估信息持续稳健乐观 再度残留亚太第二仅次于日本 主要是台商回流投资建厂 美洲贸易战转单效应带动人力需求上升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雇主招募人的意愿增强 为近6季以来的最高点 迪士尼影业二零一九年票房总收入突破一百亿美金 约新台币三千零四十六亿 成为单一电影公司 在一整年以来的影史最高记录 迪士尼影业旗下拥有漫威 皮克斯以及卢卡斯影业等众多知名片场 新唐人亚特电视整理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欧布莱恩 接受媒体采访时警告说 如果西方世界让华为参与建立5G网络 那就是民主世界信息安全的世界末日 欧布莱恩在NPR的广播上说 如果某个国家一旦使用华为 那共产党就可以通过华为后门 来获得这个国家的公民信息 他说对于民主国家而言 如果中共知道关于每个人的私人讯息 是否就可以利用这些讯息 锁定围观目标 达到影响国家选举的目的 欧布莱恩说 中共政府通过补贴使华为具有价格的优势 但他说那些贪图便宜的国家将会吃大亏 再来看到 美国参中两院9号公布 202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最后版本 法案建议美国防部长 在法案颁布后的180天内 成立高阶跨部会美台工作小组 协调应对与网络安全有关的各项问题与计划 国防授权法中与台湾相关的三大部分 分别讨论网络安全 台湾关系法审查 以及增进美台国防关系共识 昨天是国际人权日 数百港人在京中集会 当天特首林郑月娥召开记者会称 重组港府不是首要任务 仍然没有回应五大诉求 不过香港上诉庭拒绝港府暂缓令申请 相当于宣告禁盟面法正式失效 周二香港民众在京中举行国际人权日集会 香港区议员谭凯邦表示 今天是国际人权日 民主和人权是不可分的 只有主权在门 人权才得到账品 只要有人权 我们香港就可以继续有言论自由 所以自由、人权、民主是不可分割 市民麦克表示 30年来一直参与争取民主 但收效甚微 现在年轻人的抗争让他看到了希望 所以一定尽全力撑下去 因为年轻人影响了我们的长者 因为我们走了30年都没有结果 因为年轻人都要继续撑倒 即是等于鸡蛋和膏肠 因为柏林伪肠也有人会想 为什么我们不继续呢 继续下去 有一天能力就尽得分力 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表示 香港人权被破坏 完全是中共的责任 一百分之一百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政权的一个责任 今时今日这只魔爪伸展到来我们香港 你说香港有没有人权 你说香港有没有自由 免于恐惧的自由都是人权来的嘛 周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淡化港府改组传闻 对五大诉求仍然没有正面回应 林郑表示将在香港区选亲共派失利后 首次前往北京 同时香港上诉法院周二裁决 拒绝对港府就禁蒙面法违宪案 批出暂缓执行令 这将意味着禁蒙面法已属无效 而且不能用以执法 新唐人记者李梅宇薇综合报道 下节早安新唐人带您看到 欧盟版马格尼茨基立法启动 制裁侵害人权者 广告后马上回来 喜乐之拳 有机黑豆酱油 源自大地最纯薄的美味 给您最安心的食品 使用顶级有机台湾原生黑豆 坚持品质管理 原料冷藏保鲜 珍贵二次酿造 360天制成 搭配纯净水源与澳洲海盐 成就健康好酱油 喜乐之拳 让身体微笑得好味道 客户是人体的第二心脏 足弓则是身体的地基 德行天下足弓健康鞋垫 采用德舒服专利滤金乳胶 防眉抑菌透气除臭 远红外线 平均释放足部压力 减少膝关节耗损 让您久战又耐走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德行天下 0425319388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多人以为买水龙头 选无签就安全 但水龙头用久了 里面真的干净吗 老旧水龙头藏屋纳购看不见 定期更换才能安心用水 iCore快拆水龙头系列 换水龙头就像换灯泡一样简单 民进党团提出反渗透法草案 年底送院会表决 国民党昨天举行公听会 前总统马英九也出席表示反对 还称这项是释放出催狂魔 制造红色恐慌 民进党则回应 放出魔鬼的是中共 反渗透法是补漏洞的必要立法 立法院时候朝野协商 国民党没有出席会议没结论 反渗透法草案将送院会 十二月底表决 国民党下午工听会 重炮抨击 反渗透法草案 反渗透法形塑 境外敌对势力 渗透来台的恐共氛围 制造红色恐怖 就像释放出哈利波特一书中 阿兹卡班监狱的催狂魔 催化人民的恐惧感 释放出催狂魔的人 是中国 不是民进党 而现在催狂魔正在横扫香港 那事实上呢 根本还有一个佛地魔 那国民党说真的 自从2005年的国共论坛以来 他就跟魔鬼共舞 已经对于中华民国被渗透 完全的没有感觉 国民党质疑 目前版本名词模糊 必须有行政院版本 马英总认为 反渗透法是 跌床架窝侵害人权 民进党辩护说 是必要立法 国安无法 对于需要防范的不法行为 都已经有详细的规定 也能有效的执行 这个证明 现有的法律规范 已经足够 实在没有必要 再跌床架窝 那请问当时 在审国安无法的时候 你们国民党在反对什么 他不是个跌床架窝 他是将国安无法 在修完之后 还有一些漏洞补起来 这是个必要性的立法 退降罗文山 收受中共政协 许志明政治献金 帮马朱选 马英九日前受访标示 曾会见习近平 他见中共政协 许志明并没什么了不起 民进党紧追不放 反渗透法 正式要去面对 像马前总统 他没有办法交代清楚 罗文山跟许志明 跟他之间的关系 跟这中间的资金往来 这样一个过程 捍卫立场 国民党拿出民进党前辈 民进党端出 蒋经国的宣示 三十年前 党外人士就因为 反对这些防律 而奔走呼豪 创立民进党 午夜梦回 你们难道没有一点 溃兑先人的内疚吗 三十五年前 蒋经国曾经告诉雷根说 雷根的特使说 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的政策 是不会变的 我们对中共的政策 是不屈服 不妥协 因为屈服与妥协 将造成我们的毁灭 新唐人眼的电视 欢迎来到张东旭 台湾台北报道 在川普政府寻求 与北京当局谈判 局部贸易协议之际 美国国会正全力 推动国防授权法案 来阻止中国产巴士 列车车厢和大江五人机 进入美国 法案还涉及帮助 加强台湾抵御 中共威胁的内容 以及针对华为的内容 俄罗斯总统普廷 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9日在法国巴黎首都面对面会谈 双方同意采取若干措施 缓和乌克兰东部紧张局势 但在终结五年战事方面 并未取得重大突破 美国家中女子 日前在脸书分享影片 她饲养的小龙虾 因自己夹自己 而翻倒在水族箱内 奇特的画面 吸引超过50万人次观看 对于突然暴增的点月 让女子一头雾水 有网友留言解释 表示在台湾也有立委上演自家秀 让她开心大喊 我的蓝虾在台湾红了 还为她开设粉丝团 日本已完成日美贸易协定国内程序 时日决定通知美方 双方为让协定能在明年1月1日生效 将进入最后协调阶段 日本外务大臣茂慕敏冲说 将诞生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经济圈 新二台电视真理报道 十二月十号是国际人权日 而就在前一天 欧盟外交部长会议一致同意 将立法制裁侵犯人权者 推动欧盟版的全球马格尼茨基 人权问责法程序 而目前在全球至少有六个国家 通过了类似的法律 进美国之后 欧盟正式启动了欧盟版 马格尼茨基法案的立法程序 目的是要制裁世界各地 严重侵犯人权的政府与官员 目前欧盟完成了议案立法程序的第一步 下一步将交由欧盟对外事务部 来制定具体制裁内容 从来内容预料明年年初出炉 而在美国2015年通过 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 荷兰国会近期也通过决议 要求荷兰政府 必须在2020年1月31号前 实施其荷兰版的马格尼茨基法 被制裁者将被禁止入境荷兰 资产也将被冻结 目前全球至少有六个国家 通过了类似法律 而今年来 中共迫害人权的行径持续恶化 有平面媒体指出 虽然欧盟推出这项法案的初衷 需要应对俄罗斯的威胁 但也可用来制裁中共 如何对官员等拒发签证 及冻结财产等 美国国会则是陆续通过了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与新疆人权法案 都明定可对侵害人权的中共官员 实施制裁 2019年国际人权日 美国白宫发表声明 指全世界数百万人 仍然遭受不公正的监禁 宗教迫害和无数其他 侵犯人权的行为 同时针对中国人权的状况 美国驻华大使发表声明 敦促中共遵守签署的 世界人权宣言 白宫声明说 基于美国人权法案的理解 所有人都享有一些 不可剥夺的权利 而每个政府都有责任 保护这些权利 1948年12月10号 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 但是全世界数百万人 仍然遭受不公正的监禁 宗教迫害和无数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 声明说 美国一直在最前线致力于这项努力 将永远捍卫个人自由 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 周二 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发表声明 对中国的人权表示担忧 声明说 我们对中国政府非法关押律师 记者和公民社会领袖 依然感到严重忧虑 我们也对政府进一步收紧宗教 或信仰自由 深感忧虑 布兰斯塔德的这份声明 还有英语 维吾尔语版和藏语版 新唐人记者李梅 上庆综合报道 中共人群的恶劣情况 也让国际制裁声浪日渐高涨 因为不只迫害香港 还包括西藏新疆法轮功以及信仰 对此台湾政要也发生 前行政院长尤希坤表示 中共越来越残暴 对于民主国家陆续提出制裁 侵害人权的法案表示支持 从高空俯瞰自由广场 来自不同国家的法轮功学员 排出一幅书上壮观的图像 面对中共长达20年的灭绝性迫害 法轮功学员坚持和频繁迫害 加上中共用同样手段 将迫害延伸到新疆维吾尔族人 香港反送中抗争 港股种种侵犯香港人权等行为 让中共侵害人权的罪行 被不断曝光 20年来中共有改变 越改越残暴 拿来喇嘛没有办法回西藏 新疆监禁一百多万 尤其在中国境内 有很多的法轮功被压迫 可以说它是对所有的宗教都迫害的 法轮功 甚至最近我们看到 其实基督教甚至佛教 甚至过去 从中国以前文化遗留下来 这些文化遗址是信仰 或是任何其他的主张 它是会寂静一切 可能把它消灭掉 荷兰外长推特透露 欧盟外交部长会议 在当地时间久后 一致通过将立法制裁 侵犯人权者 被称为是欧盟版的 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 对侵犯人权的外国人士 或中共官员 可以聚发签证 及冻结财产等 希望及东亚的民主国家 会慢慢团结起来 大家共同来围堵 不民主不自由 伤害人权的中共 实施思想的改造 包括在限制你的行动 限制你的言论 对中国共产党这样的行为 必须要呼吁全世界的人 都应该站出来 游锡坤表示 现在包括美国英国欧盟等国家 都有针对中共伤害人权 及民主的手段 立法制裁 让所有人类都能过着 有人权有自由民主的生活 新唐人雅的电视 零魂关秋天喜 张又如台湾综合报道 申请施工卖店 一条龙服务 千疗省店 还有二十年稳定收益 太阳能少永风 你就成为大富翁 摆脱不掉瓶瓶罐罐的宿命吗 康化国际生计 带来健康的秘密 白化容珍贵罕见 具有丰富的SOD抗氧化物 独家栽培 台湾特有云芝品种 多糖体含量超过60% 让您健康加倍 康化高倍萃取 男性的健康补给品 女性的保养圣品 选择康化加入康化 健康美丽不是神话 喜乐之泉 天然纯粹芝麻系列 选用台湾在地芝麻 坚持无农药 无化肥 低温慢炒 低温炸油 富含多种营养成分 百分之百黑芝麻制成 自然临添加 是美食的好搭档 让您吃得安心又健康 喜乐之泉 让身体微笑的好味道 时尚明镜 精品未愈 可以敬畏美学 多样造型临近 各式未材精品 尽在合一 后一 感言美容最佳盛品 台湾好甜相逢原汁 台湾原生种相逢 丰富的川橙皮素 了解生理技能 西芙苓促进行程代谢 橙皮肝橘皮素 让你增强体力维持健康 自然农发果园 现彩直送冷压 S&Q国家品质认证 给您百分百的安心 生活新主张 相逢最健康 台湾好甜 5G平谱竞标 首日标金达到265亿元 随着全球各国纷纷 投入5G网络建制 明年5G智慧型 手机终端产品 曝光陆续上市 台湾由于拥有 关键的半导体技术 更是实现5G硬体基础 手机终端的重要关键 预估明年台湾 渴望受惠5G 半导体产业的成长幅度 更超越全球 第五代行动通讯 也就是5G竞标 首日才第一回合 黄金频段总标金 已经突破250亿 就是要抢先在明年 中旬开台 台湾搭乘这波5G旋风 产业也将快速起飞 智慧城市到IoT 到5G的应用 也就是从半导体 一直到设备 都会有蓬勃的发展 除了VR AR影音娱乐体验之外 更大商机来自庞大的硬体基础建设 在测惠MIC资深产业分析师 钟晓军预测 5G带动下台湾在半导体 关键零组件有较多机会 而台经院分析师指出 5G晶片射频元件 PCB相关材料 网通设备 手机终端成长可期 尤其5G晶片带动的 半导体产业需求更是庞大 由台湾联发科自主研发的 5G系统单晶片 天机1000登上国际 有望切入中国南韩等主流大厂 工研院预估台湾半导体产值 年增率2020年达到6.8% 高于全球平均的4.8% 产值成长到2.8兆新台币 未来10年5G加AI的 半导体晶片需求逐年增多 不是仅止于过往 可能只影响在自通讯的一个领域 而是把这个影响领域 持续的扩大到各行各业 特别是在各项的一个 制造业跟服务业的部分 都可能会因为5G加AI 以及IoT的部分 形成一个升级转型的一个力量 5G为基础下促进人工智慧 物联网快速发展 智慧医疗车联网智慧城市 整合应用势必崛起 台湾企业界可不能错过 这波大变革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新唐人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